记者黄美珠关西报道,抢救农业缺工,把水稻小地主大殿农中广泛利用机械耕作的方法延伸到其他农作现场去,农委会政机机要在全台辅导成立七个机械耕耕团队,上个月在桃园率先成立了第一个有限责任桃园市青年农民生产合作社,锁定桃竹苗的茶叶,杂粮, 叶菜类农户提供大型机械代更的农室服务 今天下午农委会主委林聪贤道关西的茶园了解各项机械如何运作极其好处,还亲自示范,证明大型采茶机可以顺利在桃竹苗台地上的茶园内正常行走 其实农委会辅导处原是要请林聪贤示范,如何利用乘坐式动力采检机采茶的 因为根据该处的资料显示,六分地的茶园若以人力修剪需要四个人工作三天,以乘坐式农机修剪则仅需二个人工作四小时 至于茶叶采收手持机械两人一天采收量为3500台金,乘坐式农机采收量则为9000台金 从前述数据看来,都比传统经营方式大幅提升操作效率,也节省人力成本 但因是饭现场的茶园早经修剪过,以至于林聪贤全服武装上阵来回绕了一趟 后面拖掩的袋子里面却空空地看不到茶经,事实上采剪机根本无用武之的 不过也让大家开了眼界,确认这样大型的农业机具制药茶树修剪高度得一切整齐 真的可以省下很多传统人力,改采机械式作业采收 农委会辅导处表示,除了桃园成立前述的跨产业农机工班 他们也计划在今年陆续再针对云云美生菜、莴炬、彰化高地菜 加以食用玉米、台南文蛋有、高品凤梨、平东洋葱六项农 做成立农机代耕团、用人机合作团队逐步调整产业结构 降低农业劳动力需求 新竹县长邱静春应邀道场 他当场争取农委会补助山坡地农用水的集水、出水设备 也说新竹县用农委会之前推动的农业更新团来应应季节性缺工问题 这个跟前述的机械代耕不太一样 主要是农业人力的派遣 新竹县去年在恒山地区农会成立第一个农业更新团 招募23名农耕士投入一般技术性的农士 去年7月到今年4月底 各乡镇配合派工的农会 总计申请派工有5323天 实际派工达4545天 今年恒山农会续办且增加团员到30人 另有计划在峨梅乡农会成立第二个农业更新团 配合派工单位为竹东地区农会 北浦乡农会 吉保山乡农会 从3月到4月底至 各乡镇配合派工农会总计申请派工997.5天 实际派工达920.5天 现在县府农业处也计划鼓励境内的青农 共同结合形成经济事业体 让新竹县青年农民联议会的组织在上一层楼 改以农企业或合作社的形态 好让整个农业可以有更好的发挥 ãy subscribe cho kênh La La School Để không bỏ lỡ những video hấp dẫn 感谢观看